大家好,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4年的4月7号上午10点左右 今天的搜救进度是从台巴县 从天翔到泰鲁阁路段应该会抢通 抢通的话就有机会找到澳大利亚护照的新加坡人的乘坐的那台巴士 就有机会找到他们的下落 然后关于搜救的话 我想在这里对台湾的社会大众要推荐一个东西 我跟搜救队有一些接触 也就是说搜救队 台湾各地的搜救队常常来做训练 我跟他们有些接触 我跟他们了解到 有一个工具叫做个人地位信标的应用并不普及 个人地位信标是一个跟卫星通讯的设备 可以让背包客或者登山客 在进入山区的时候 它有一个通讯渠道 它可以向卫星发射救人信号 也可以通过卫星发射简讯 可以和外界取得联络 这个工具的话可以大大的减少搜救人员 去搜救他们的难度 可以降低社会 减少一些社会资源的运用 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台湾的立法机构 立法委员 保险业或者是消防队 能够进一步大力推动这个个人地位信标的使用 在台湾有家公司叫嘉明公司 他们就有在台湾 贩售一款叫做嘉明Inreach Mini 2的个人地位信标 它就只有一个小小的100克 它就能够和卫星通讯能够每隔10分钟 报告一次位置 也能够发送和接收简讯 也能够透过它使用邮件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搜救的成本 所以我在这里恳求社会大众关注一下 这些定位个人定位信标的产品 除了嘉明的全体的话 摩托罗拉公司也有提供 ACR公司也有提供 所以欢迎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些搜救的这种情况 减少搜救的成本 好 感谢大家收看